現年65歲的陳德玲 結束10年經管局總裁生活正式退休 她表示最難忘的是第一天上班和今日退休 那時09年全球金融機緣了沒多久 就是還有很多後遺症 很多善後工作 包括金融改革方面要做 另外一個我認為比較難忘的時刻 就是今天 今天是完成了10年的工作 近期香港社會出現動盪及不安 陳德玲稱已經影響投資者的抑鬱 樓市成交及樓價亦有回落跡象 對於財政司長陳茂坡上週稱 研發放寬按揭保險協助上車 她這樣回應 大家見到我們經過八輪之後 買樓首期的優格是高了的 但是要大家明白 泡沫去到97年爆破的時候 我們最高整體樓市樓價跌了66% 那我覺得如果是市場有變化 而又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那我想我們保險公司會作出適當的風險評估 她期望目前的社會不穩的情況可以盡快平息 重申法制是金融中心的根基 又指香港的金融和貨幣系統仍然很穩健和運作正常 今天起退休的陳德玲表示對退休生活充滿期盼 目前已經計劃好一兩個旅行 本週還會以校友的身份回到母校中大進行演講 追外傳她退休後會參選特首 她就表示每一次類似的傳聞都會進行否認 新唐人記者梁珍在香港報導 新售伯物所在前面 請會進行心 將會進行情報道 不詳細工程的指示 新售家貨幣系列選取 新售家貨幣系列車 即可,新售家貨幣系列車 既然可以入行 新售遊家貨幣系列車